泡茶四个误区啊 如果说是你要泡好一泡茶 一定要规避这四个误区 首先的话尽量不要用自来水去泡茶 大部分自来水里面都含有这个氯气 还有一些这个矿物质啊 这些的话它会减弱茶的香气 而且很多时候它会让茶的香气 从一种味道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所以说尽量不要用自来水泡茶 那么尽量的话可以选一些这个山泉水 纯净水 实在不行的话 你要用自来水的话 也要给它过滤一下 那么也是可以用的 第二的话就是 投茶一把抓 那么我们在投茶的时候啊 尽量的话用一个小衬啊 买一个小衬去撑一下 那么大概知道自己投进去 茶叶这个客宿 不要凭感觉啊 直接用手去抓 如果说是你投的茶叶太多了 那么茶参泡茶会很浓 可能会有些苦涩 然后如果你抓的太少了 可能会比较淡 就没有这个滋味 所以说是这个投茶的时候 切一把抓 最好的话用小衬撑一下 第三的话就是注水过满 注水过满的话啊 特别是你用盖碗泡的朋友啊 那么呃 导致这个你出汤的时候 可能会烫到你的手 所以说是注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正常情况下 不要超过这个碗盐 然后第四的话就是 出汤不够干净 出汤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这个汤给它这个 出干净了啊 不要把这个茶汤 留在这个盖碗里面 这样的话 这个会导致你下一泡 在泡这个茶的时候 它的滋味会变得比较这个浓啊 所以说是 以上四个误区啊 大家在泡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再次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